好女人,望三代,古神巴菲特曾说过自己对婚姻的理解和认识,你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是跟什么人结婚,在选择伴侣上,如果你错了,将让你损失很多,而且,损失不仅仅是金钱上的,对女人而言,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一个好的丈夫,同样,对于一个男人而言,人生最值得的投资,就是自己的妻子。 真正望富的女人,不是勤劳节俭,而是有这几个明显痕迹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,黑脸多还是笑脸多,爱笑的女人最好命。 反过来说,不爱笑的女人,往往运途多舛,生活对每一个人,其实都是相对公平的,她会在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,给你许多的欣喜,也同样会在你人生的另一些阶段,给你很多的无奈。 面对惊喜或者无奈,你是什么样的态度,往往决定了你的命运,也左右了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的幸福,事实上,女人有多忘夫,看她的脸就知道了,到底是黑脸更多,还是笑脸更多,痕迹非常明显。 一个女人,如果无论经历了什么苦难,无论遇到了什么挫折,脸上始终都能够带有笑容。 总是乐观向好,那她一定就是一个忘夫的女人,相反,哪怕日子过得也不错,男人对她也还好,却总是起人忧天,把事情,把命运,往最坏的角度下,那她不仅不可能忘夫,更是拜夫的女人。 眼神明亮有神,女人的眼神是表达情感的另一个关键部位,一个忘夫的女人,往往会有明亮有神的眼神,这种眼神,不仅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和热爱的表现,更是对丈夫充满激情和欣赏的一种外在体现。 一个女人的眼神,如果充满了柔情和温暖,那么她的婚姻生活,很有可能也是甜蜜而幸福的。 在现实生活中,许多成功婚姻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明亮有神的女人,她们懂得在婚姻中保持一颗年轻的心,用灿烂的眼神注视着自己的丈夫,给予她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。 正如陈飞宇所说,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一个明亮有神的眼神能够让人感受到无尽的温暖和爱意。 不多管闲事,当善意没了界限,就很容易被理解为软弱,现实生活中多的是常为别人考虑,却不顾及自己的人, 在他们看来,别人的情绪感官才是最重要的,自己的快乐往往建立在他人的满足之上,甚至有时会为了成全他人而委屈自己。 殊不知,你的善意输出,在别人看来,只是无偿劳动力,而你,也只是可以随意支配的人而已,将自己的时间,精力,体力,甚至是财力全交付给了他人, 自己,却落不得一点好,甚至会因此,损害到家庭的利益,实属不值。 作为家庭的一员,还是得多为自身考虑,适当的冷漠,是对自己的保护,更是对安宁家庭的维护,懂得为自己而活的女人, 欲是会更果断决绝,不会被外界嘈杂所干扰,亦不会因他人言语而内耗。 妻子的情绪得以稳定,家庭的发展才会走上正轨。 对陈年就是绝不再提,一个家庭中,最忌讳的就是争吵了,特别是在情绪上头后,不停地翻旧账的行为,会直接导致矛盾升级,无法得到调解, 紧抓一个错误不放,每每有摩擦时,便会就是重提,这样的行为,只会让男人厌烦,婚姻生活亦会变得乌烟瘴气,而一个健忘的妻子,对于男人来说,简直是救赎。 这样的女人,不会沉浸于过往,而是会向远处看,当双方有矛盾误会时,当下就会积极解决,过后就会遗忘。 不会再提及,在他们看来,已经处理的往事,就应该永远封存,反复提及,是对丈夫的不信任,更是对这段婚姻的伤害。 好的婚姻,不应该被就是拖累,止步不前,而是应该夫妻携手,共赢美好,有这种意识,其实是豁达坦然的体现,试过无悔的人,往往有足够的自信经营生活,有这种女人存在的家庭,注定会越过越顺,福泽绵长。 积极乐观的好心态,莫言曾这样写道,让我难以忘却的是,愁容满面的母亲,在辛苦地劳作时,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。 女人的心态,对家庭的影响很大,如果一个女人,总是表现得很消极,整日把抱怨挂在嘴边,心态阴暗,没有笑脸,可能会导致家里纷争不断,让家庭乌烟瘴气,把家庭变得冷清。 曾经爆红的电视剧《裸婚时代》中,刘亦阳和佟家倩是很相爱的两个人,但是随着孩子的出生,责任变重,两个人出现分歧,忙碌一天的刘亦阳下班回家,听到的却是佟家倩的抱怨和质问,甚至是怒吼争吵。 初为人妻人母的佟家倩,对婚姻生活难以应付,导致心态悲观消极。 总是抱怨不断,时间长了,恋爱的美好终究败给了婚姻的琐碎,二人走上了离婚的道路。 一个女人的心态好坏,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家庭的幸福,心态积极乐观的女人,能让家庭充满欢声笑语,这样的女人,能把家庭经营成温暖的港湾。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,都不会把抱怨挂嘴边,始终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应对所有和家人相处得舒服轻松。 与人为善的好人品。 卢梭说,善良的行为使人的灵魂变得高贵,善良,本是每个人的天性,但是有太多人在后天的经历中。 慢慢地把善良丢了,能保留善心,坚持善良的人,往往都有好人品,因善良积攒好运和福气,受益于己,福责家人。 电视剧《芈月传》中,女主芈月能从一个地位卑微地竖出公主,逆袭成为秦国位高权重的太后,靠的不是角色容貌,也不是满腹心机,而是她始终以善良为底色的智慧和人品。 她身在勾心斗角的后宫中,受尽他人的算计欺凌,看透人性的丑陋,依然心存善念。 与人为善,正是她的善良,才俘获众人的心,得到贵人扶持,寻得他人庇护。 成功坐上太后的宝座。 要相信那句话,你有多善良,就有多好运,人行善事,必有善报。 与人为善,福泽不断,作为家庭的女主人,可以没有如花的外貌,但不能没有善良的品质,真正聪明的女人往往都会为家庭考虑,把善良放在第一位。 与人为善,常做善事,不会为了钱财利益,做出有损家庭的事情,约束自身,心存善念,凭借善行帮家庭消灾避祸,为家庭赢得赞誉。 承担责任的女人,曾国藩言,贤妻良母者,守重责任,一个女人有了责任,就有了宽阔的胸襟,看问题也就更长远,不会为迎头小利而束缚自己。 男人在婚后的命运,一半的运势是掌握在女人手里,所以男人才会非常在意女人妄不妄夫。 一个人若是没有热情,他将一事无成,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心,责任心是一个人取得成就的基点,也是对一个人人格的最基本要求。 他不仅是个人对自己,对他人,对家庭的一种情感和态度,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上的自觉。 在一个能力一般,而责任感强和一个能力出众,而责任感一般的人中。 人们往往会选择前者,因为有责任心的人能对他己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,让人有一种强烈的信任感。 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也许更辛苦,但他赢得的是事业和人生,会顺势而为。 一经说,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,简单来说,就是俗语数挪死,人挪活的意思。 很多女人在婚姻中,因为男人的承诺没有兑现,在男人认错后,还一再和男人闹不停,要么和婆婆为了几句话,让老公做选择,以离婚逼迫男人妥协等等,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,把事情做绝。 还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 这样的强求,在婚姻中,只会把自己逼入绝境,不光无法取悦自己,还容易让双方产生下戏。 婚姻中,一个女人懂得顺势而为,就容易知足常乐,不会盲目地攀比,有自己的见地,有自己的追求,活得更快乐。 俗话说得好,央好一半骨,气好一半福,意思是,央苗优良,能提高骨子一半的产量,家有好气,则是家庭的福气。 这种女人,不一定要有漂亮的脸蛋,迷人的身材,或过人的能力,但在她身上,一定有这几样东西。 人们常说女人忘夫,这句话总会被理解为是贬义发言,其实,这并不是对女人的标榜,或者说一种严苛要求,而是女人家庭地位的彰显,强大作用的体现,特别是已经成家后的人,会深有体会,好的女人,会让长辈安心,让丈夫放心,家庭亦会走上正轨,和谐美满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